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维和防暴队 想看人数破19万 王一博实力强劲稳坐乐华金字塔建 作为娱乐业领军地位的乐华娱乐 通过十余年的发展 现已在艺人管理领域占有不小的市场规模 超九成收入来自艺人的管理业务 为了谋求旗下艺人最大利益化 更是将矛头对准了超级订阅套餐这块肥肉 尽管在得知这一消息时 很多粉丝都是反对的 毕竟对于这波操作大家都是心知肚明 可当这一操作真的成为既定事实的时候 也只能出于关心自家偶像的角度 默默地关注这件事情 虽然已经官宣了阵容图 但乐华的艺人们还没有全部正式入主 只不过从已经释出的艺人站位上看 王一博确实震惊了许多人 作为内语顶流的王一博 不论是已 这 就是街舞 为代表的综艺节目里 备受专业人士及观众喜爱的嘉宾 还是多次为主流歌曲献声的歌手 亦或是新进的电影圈男神 纵横古今的电视剧人物的饰演者 王一博近几年的发展势头风生水起 在突破自己 挑战自己的同时 也为乐华娱乐带来巨大的利益 因此 在乐华举办的一些活动上 王一博一定紧靠杜华 韩庚 稳居中间的C位 如果说王一博站在C位 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那么这次的金字塔 建议平层的待遇 着实惊到了很多人 猜到了乐华会将王一博 放在醒目的位置 没想到是这样的独占凹头 早在王一博与乐华娱乐合约到期时 很多人就猜测 王一博会不会自力更生 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而从不让人失望的王一博 这次也没有让杜华 失望选择继续牵手老东家 共同谋划未来的发展之路 其实 以王一博现今的发展势头来看 就算是真的选择不续约 也完全有能力规划好自己的事业方向 毕竟实干派的王一博 拥有着常人无法拥有的毅力 也有别人拿不走的实力 从唱跳组合出道的爱豆 道口碑与收视率极佳的青年演员 王一博在一步步影视剧中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挑战自己 为了更好的契合剧中人物 不仅为饰演角色设计专属动作 更为了角色在减重与增机之间不断反复 有匪 风起洛阳 终受成纸片人 为兵与火 为何防暴队 长空之王 增机 又为无名 减重 每一部作品都是王一博的呕心沥血之作 每一个角色都是王一博用心去演绎的人生 正因如此 他的代播作品还未上映 就已经将观众的期待直拉得满满 为何防暴队 想看人数突破19万大关 刚刚官宣的中国青年 我和我的青春 被中国日报往海外版大力宣传 如今的王一博已经不仅仅是乐华娱乐的旗下艺人 位居公司C位的顶流 更是影视界一颗冉冉升起的耀眼新星 原创不易 谢绝搬运 如有特需 私聊 授权八爪随笔 就在不久前 在乐华娱乐上市的股权书中 就曾多次 反复出现王一博的大名 王一博无疑也是乐华贡献最大的艺人 如今的乐华娱乐能够如此的声明确起 赚得盆满钵满与王一博的热度是密不可分的 不管是利益也好 还是宣传力度也罢 王一博在乐华娱乐能够得到如此高的地位 也都是应该的 更是应得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